小时候春秋有买零食,我会买这一类卤蛋 其他还有卤鸡腿、鸡爪等给很多人带来了童年回忆 后来由于部分食物亚硝酸盐含量严重超标 负面消息变得越来越多 所以到了现在童年回忆相巴佬也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这方是我在家中最常用的一个煮法 简单临失败,色泽浓郁,卤味厚重,营养丰富 切开一个外头买的对比一下,真的比外头买的更好吃 要是喜欢的话还可以卤其他食物的万能卤方 破了 果然这种打地鼠不能玩得太嗨,打破了 感觉这种蛋图暗像地图 选蛋的时候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将安全蛋拿起,晃它 晃它过程中感到有些雪深发出 说明这枚蛋放置时间很长,内部出现了变质 没有明显感觉的则表示这是一枚新鲜的安全蛋可放心购买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将安全蛋放进清水中 下沉到水底的话说明它是新鲜的 反之出现了上浮并没有下沉这个蛋 不新鲜 食材里的红烧汁我用的就是那种烧肉用的红烧汁 超市很方便就可以买到 安全蛋冷水下锅,水开后煮5分钟 关火后再浸泡4分钟 煮出来的蛋既被杀死了有害致病菌 又能比较完整的保存营养素 剥壳 没错,这就是上次做肉松翻车的锅 我就是先用普通的洗洁精清洗 再加醋擦洗就完全干净了,没有报废 剥皮的蛋放入锅中,倒入啤酒一罐没过蛋 把所有的乳料丢进去 香料两片八角一个,桂皮一段花椒一小把,草果一个干辣椒你开心就好 十三香粉一小勺白糖或冰糖和盐各两克 倒入红烧汁,推荐红烧肉那种 我喜欢加更多,或老邱加生抽替代也可以 也可以把卤料煮开以后再放入安全蛋 大火煮开,小火焖20分钟,中途可以偷偷看一下 不够可以再加血 关火焖4-5分钟 我们下期待的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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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期待的薄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